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早泻的形成 早泻是怎么形成的 通常情况下,当咱们长到十一二岁 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 我们的身体开始分泌性激素 一个荷尔蒙 人呢会不自觉地 不由自主地对性产生好奇 并且呢会开始留意性信息 那么在当地这个思想观念 来开放情色信息呢 随处可见的观景下 咱们很难不被影响的 当咱们接触到一些情色信息 比如说文字小说或者视频呢 又或者是看到周围有人 跟异性发生一些亲密的接触之后 就会进一步的激发咱们本能的性坑洞 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出现 并并勃起肿胀 那么当这些性刺激持续进行 导致体内的胸出动能量 进行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那咱们就会感觉到 这种一股强烈的性压力了 那这个时候身体呢 就会产生强烈的想要释放性需求 由于啊受到这种传统教育的影响吧 咱们的父母呢 他们对于这种性知识啊 性教育 他们的了解本身就有限了 那么作为孩子的咱们啊 在这个性教育的黄金时期 必然也是突破到 及时的良好的教育和引导啊 所以呢 咱们就很容易被 本能的性欲所牵引着 表现的就是 咱们都是无师自通的 学会了滋味 通过这种手银啊 手嗨来宣泄 来释放我们体内的性压力 不仅如此啊 随着这个发射的 射精的发生 我们体内的性压力 得到释放的同时呢 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咱们啊 我们内心深处可能 很多事上都会存在一些 压抑啊 恐惧啊 以及不被理解 或者是缺少 陪伴所产生的困难啊 那么就这些负面 内心的负面的感受啊 都会随着射精呢 得到暂时的输法啊 这也是很多青春期的孩子 沉迷于手银的原因之一啊 我也有着同样的成长经历 那青少年时期的我呢 在手银的时候 内心呢 同样也是害怕被假装发现吧 一方面是偷偷摸摸地进行 另一方面呢 就会采取这种速战速决的 快速射精的方式 其实想象呢 就是早就爽一把 早就结束 那么当一次又一次的 这种重复这种快速射精 快速解决战斗的想法和做法后呢 一个人的正常的性神经模式 必然会被改变成这种 快速射精的性反射模式 那么也就是早些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兄弟都有着雷同的经历 比如说 在刚开始卢管的时候 你可以 你可能会持续个十几二十几分钟 甚至会更久 但是呢 你不知不觉呢 就变成了两三分钟 甚至是秒射 但是呢 这还不算是最关键的 因为呢 我们一个人在 不管的时候 在自卫的时候 虽然这个手脸的时间 会很短 会很快 就射精了 但是呢 我们并不会觉得 这会有什么问题 是吧 毕竟呢 这个时候 我们的身体的性需求 已经得到满足 你呢 根本不需要去考虑 别人的感受 对吧 那么转折点呢 往往会发生在 后来的某一天 咱们在 自卫或者是 做爱的时候 会突然意识到 自己射精太早了 意识到自己的性能力太差了 那这个时候 才意识到自己 才有自己早些这个念头 那这个念头呢 就会像一个种子一样 在咱们的内心深处 会生根发芽 也就是 从那次打起之后 咱们会变得 开始下意识地 在意自己的时间了 会不会有自主的 担心焦虑 担心下一次 会不会还是早些 那么这种担心焦虑 甚至害怕的情绪 会进一步的 影响到我们的状态 就从此之后 我们的性活动 就有可能会进入一个 恶性的循环 那么这个早些的种子呢 会随着一次又一次的 担心 害怕 失望 自责 羞愧 而越长越大 这是为什么 摄金的时间 是可以通过行为锻炼 来延长的 但是我们内心 对于早些的这个焦虑 却不容易从根拔出的原因所在 所以呢 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 彻底地解决早些的困扰 必须呢 要身心同步地去处理 佛家有个词叫做 向由 心生 咱们早些其实就有一种像 在早些像的背后 也一定有着相对应的早些的心 比如说 坐在前呢 就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心害怕 或者呢 自己内心对于自己的期望值过高 那么这些内心的念头 以及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的波动 都会直接影响到性功能的正常发挥 所以呢 今天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呢 早些心理得到纠正以后 那么摄金过快的习惯 也会很容易通过半样来解决